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先进篇》第十五章 子供问 师与商也俗贤 子曰师也过 商也不及 曰然者师欲语 子曰过有不及 子供问 专孙师 跟补商谁更贤达些呢 夫子说 专孙师过了 而补商还不足呢 子供说 那么还是专孙师强些吗 夫子说 过和不足都是一样不好的 这里夫子回答子供 评论两个人 孰贤孰不贤 贤就贤德 贤能通达 一个是专孙师 一个是补商 专孙师 字叫子章 这堂堂无章也 仍有子章篇 子章 做事是非常的 讲做派 非常 有一个气派 堂皇气派 补商很会做事 曾经当过 魏文侯的老师 信补名商 字叫子相 专孙师 信专孙 名师 字字章 夫子评论他 性情过了些 太过了 补商 却有所不及 坐到那儿就行了 他坐过头了 就太过了 应该坐到那个地方 他有所不及 这叫做 有所不及 也就是所谓的补商 有所不及 专孙师太过 这讲性情 这两个人性情 都没有达到 中正平和 一个是过头了 一个是不及 孔子 举他作为一个 辟喻 对比 来教导子共 因为整个教育 是要教人 中道而立 能者从之 你要个中道 中正平和之道 能者从之 岂不能者呢 教之导之 实归于正眼 他没办法做好的 你教导他 引导他 让他回到正土 过不及 这是情性这篇 情摆在前头 我们说情性 现在我们世俗话 都一起用 用性情这两个字 这个人性情很刚烈 其实是这个人 情性很刚烈 他真是真性情 真性情 天命之为性 如性做情 为之性情 情性者 心是财于气 气又情 情又性 依情做性 依气为情 依情做性 所以情性是属于 气这个层面的 性情是从理 惯到气 这两个不同 所以情性非性情 情性者 自然之气性也 性情者 是就天道天理 如其天道天理 而为性情也 情性是血气 性情则要合乎意理 教养之为教养 由意理来生性情 由性情来调理情性 就是要用意理 来调节 我们的自然之血气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这里我们看下来知道 看似分寸节度 是实存了 而具体的 但是论其究竟 那是性情 意理之事 是天道究竟 是天道究竟之事 这里是一个 很重要 你要分寸清楚 就是你 表象上看是如何 规矩上是如何 究竟之为如何 这一点 福祉是教 就是要到究竟处 根源处 但它其实点 是实存处 具体处 要分寸节度 实存具体 而能进到究竟 性情意理 天道究竟 就如此了 其实我们再回想一想 整个福祉的教育 我们讲三师书 定礼乐 赞周易修存旧 是 福祉三书六经 福祉是教 心于师 立于礼 成于乐 心于师 心发智系 立于礼 合乎礼 分寸节度 上一阶说 大离者与天地 同节也 乐将合合同一 上一集说 大悦者与天地 同合也 节度合起 如此 心于师 立于礼 而成悦 如此 也才能够 真正参照话之缘 赞周易 周易 天人性命之书也 禅照话之为 审心念之机 管事变之事 这很重要的 进一步也才能够 修春秋 春秋 欲包贬 别善恶 贬天子 退诸侯 讨大夫 如公养家所说 有巨乱事 生平事 而太平事 所以 只所行所事 从前面的调节 从外在的塑形 到内在的确立 到深入去探究 宇宙造化之缘 并落实为实践 开启个道德的理想 王国 看 如何能够造就一个 和平的 天下 一种天下主义 和平主义 道德的理想 所以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 能详识 一层一层的深入 也就都理解了 所以我们在读 论语的时候 很重要 一礼要清楚分明 融通通观 左右逢源 我们再来把这一章 读一遍 子公文 诗与商业俗贤 只愿诗也过 商业不及 愿然者诗与语 只愿过又不及 子公文 诗与商业俗贤 诸万 诗业故 商业不及 我忍着诗如意 诸万 故有不及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一章 就播讲到这里 感恩